美国债务上线谈判前景不明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警告 时间所剩不多 美国经济岌岌可危 同时间美国零售商陆续公布财报 加德宝等企业财报不佳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道琼指数大跌336.46点 收330012.14点 纳斯达克下挫22.16点 收12343.05点 标普500下滑26.38点 收4109.90点 非班指数微跌3.94点 收3048.71点 欧洲股市方面 投资人观望美国两党议员 提高政府举债上线谈判的进展 并担忧谈判不成将重挫全球经济 欧洲三大股市也全数收低 英国股市下跌26.62点 收7751.08点 德国股市下挫19.31点 收15897.93点 法国股市下跌12.20点 收7406.0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也订阅按赞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